上课了,我们的课就快结束了,这一学期的课也快结束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拱钳换到基本上都是别出心采的,咱们都许的,把比较有特色都给大家带着大家,一块都淋了 我们课不多了,可能还剩三节课,我们就这几节课再选一幅,也比较有特色的,因为每次上课我都会给大家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画带着大家一起去淋 我们今天选的这幅画,大家可以去把它找出来,这幅画也比较有特点,你看这个画画的是一个山 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山,比较凸起,山巅就是茅亭高速 这边有一个茅亭,比较有,就是醒目 然后呢,后面呢,就是一个,你看这个茅亭和这个山后面完全是一个,怎么很近的一个,一个大江的景色 就后面什么也没有 没有,然后就把这个山称了更加的醒目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山后呢,就是丛林秘籍 你看它是丛林秘籍,这可都树了啊 你看它这幅画很有代表性,就是什么意思 山,然后就是树,这个山呢,画的比较厚实 这个树呢,画的比较茂密 这个树呢,还不算是近景的树 中景的树,是吧 中景的树,那么中景的树,我们正在如何去表现 我们上一课呢,给大家画的是近处的树,对吧 近处的树呢,就是怎么去表现 也交给大家了 那么这中间呢,这中景的树,怎么去表现 又是这个比较茂密,也比较密集 怎么去把这个树呢,给它表现出来 同时呢,树之间呢,就是眼影间呢 还有古寺庙,隐隐约约的出来 隐约约的展现,你看 这个怎么去表现 并且呢,后面呢 这个密集的这个林子后面呢,还有一条路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画之前呢,就要像我这样吧 去带领大家去读这个画 你看,后面还有一条路,路径 横穿过来了 横穿过来了 然后呢,路的后面呢 山团呢,又再起来了 又有一个山团 这个山团呢,相对我们这个山呢 哎,就比较怎么样啊 比较,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就是说不是那么 面积必须说那么大了,对吧 不是那么大了 就是说这一块呢,是竹井 竹井 然后这个山的后面呢,还是一颗 那个江啊,大江啊,看得很宽阔 很宽阔 然后呢,我们再往后看 后面呢,就是远岸了啊 远岸 条条,也就是说这个 特别远啊,特别远 特别远 就我们看到这幅画呢,我们就能 感受到什么呢 就意境 苍茫 魂蒲 就是很朴素 啊 并且呢,轻目 幽苗 啊,就感觉很空灵啊 他在表现形式上啊 他的这个作品呢 呃,取决呢 可能也就是 就是平原构图 啊,平原构图 但呢,他不是以前那种 我们都知道 平原式构图都是三段式的构图 对吧 比较一二三 他这个还不太是啊 还不但是三段式 而是别说心惨呢 啊,将山栏呢 作为一个主体了 啊,作为一个主体 呃,放到画面的正面 啊,正面 并且呢,他把这个 呃,就是寺庙啊 也就是房屋啊 哎,放到一边 啊,放到一边 呃,把这个亭子呢 放到这个 这个山顶的顶端 啊,这个是构图非常大胆的啊 啊,这个构图很大胆 如果这个亭子画不好呢 就会画的 显得这个画面呢 比较死板 啊,比较死板 非常大胆 啊,这个就是说呢 真是就是 江山无陷阱 都聚一亭中 啊,房舍啊 就是房舍在一边去 啊,在西洋的照射下呢 呃,亭子里面也没有人 啊,你周围的山水啊 啊,水光山色呢 显得就格外的空气和禁地 停下呢,也没有人 啊,西洋照着这个 呃,水波啊,静静的 那么,这是他这个要表现的啊 说一个画呢 他想表现什么 就用蒙导创作似的啊 你想,就是画一幅画啊 你,不管你是画山水画 还是画画鸟画 你想表现什么 你想,就是 嗯,告诉大家什么 就是你想,告诉大家什么 通过你的思想 通过你的这个,这个 用笔 把它展现给大家 啊,让大家看到以后呢 呃,会联想点什么 啊,就是创作 他画法上呢 你看啊 他的这个 表现形式 啊,是采取的平原构图 啊,是采取的平原构图 啊,那么在画法上呢 是用的是 披麻村法 这个披麻村呢 它是反复的村叉 啊,反复的村叉 它才会把这个山石呢 给它村出来的特别厚实 并且呢 呃,很多变得去渲染 啊,你看 除了反复的村叉 然后很多变得去渲染 才能使这个山石呢 显得厚实 厚重 最后呢 再用浓墨点台 啊,浓墨点台 那么 使这个脉络啊 你看 如果 假如我们设想一下 没有这个浓墨点台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想象一下 假如没有这个浓墨点台的话 它这个脉络啊 山的脉络 就不会那么清晰 啊,不会那么清晰 所以它为了这个脉络的清晰呢 它同时呢 它同时呢 也使画面这个 呃,更加的有神 啊,有精神 它把这个 它把这个 这就是它的画面 我们看它这个画面呢 你看,你看 主体呢,占了一大部分 是一个三角形的构图 啊,三角形 这个山体 啊,然后呢 哎,其实插过来一个 一个路 啊,一条路 这条路呢 把这个前面这个 很多那个密集的森林 和这个后面的山 分开了 啊,分开了 同时呢 也怎么样呢 哎,也使画面呢 显得比较有层次感 啊,有层次感 丰富了它层次 那么这个山呢 这个近处的山啊 我们看到了 呃,这一块大山 中间包围着很多小山 啊,这就像母亲一样 环保的很多孩子 这些孩子呢 有大 有小 有中间的 是不是 不同 是不是 啊,这个我们要 要知道哈 那么 这个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 看到了有这些哈 同时呢 还看到什么呢 同时还要注意到什么 注意这个茅草坊 画了什么呢 要用笔呢 要灵动 要生动 不能用笔呢 它是400 啊,它是400 啊,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啊 开始画 那构图 我刚才大家就讲一下哈 嗯,讲一下 这就是三节课啊 是三节课 我们就给它画完啊 三节课 给它画完 把它蒸汽 给它画完了 因为这幅画呢 不但还是用的白云笔啊 白云笔 因为你画的时候 这墨色呢 要比这个圆画呢 稍微 墨色稍微重一点 因为它时间长了 好